痛哭失声 因为这个意外现场 夺走了他年仅26岁的儿子梁孝凯 摊坐在地上 追星刺骨之痛 驾驶回到台中捷运现场招魂 想起26岁的儿子乖巧 孝顺 但人生才起步 就走到了终点 大好前程画下句点 一家团圆的心愿再也无法达成 哀气心痛 无辜遭到意外压死的女驾驶苏家珍 走着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了路段 这一次却再也回不了家了 苏家珍的女儿和丈夫一起在现场 轻换着母亲的名字 才刚高中毕业的女儿 一局考上了两间大学 但是苏家珍却看不见女儿 走进校门口的这一幕 台中市捷运公安意外造成四人死亡 台中市府昨晚紧急宣布 发给每位死者40万元的慰问金 终结了一位保险 每位死者最高的理赔也能得到500万 只是再多的钱却怎么换也换不回 最亲爱的那个家人 记得黄建璋在台中的采访报道